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新的内容 好 我们这一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两个这个模拟输入的这个空间 好 我们主要学习这个手轮和滑块空间的使用 这个手轮可能翻译的不一样 我习惯叫成手轮或者旋钮 英文名字它叫这个QDAO DAO是这个拨号的意思 所以大家不用理会这个翻译成什么样 那么就知道这个空间是这个跟旋钮差不多一样的空间 这种像拨号盘一样的东西就可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学习目标 我们本年课的学习目标呢 是掌握这个手轮或者是叫旋钮和滑块空间的这个使用 学习带参数这个信号的这个处理 然后熟练一下这个QT设计师修改空间属性 主要就这么三个目标 先看第一个这个手轮空间也可以叫旋钮或者是拨号盘 它主要是用来获取用户设定数值的 类似于我们这个调节音量的那个旋钮 差不多是一个样子的 它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主要是它跟8层空间不同的是 它发射出来的这个空间呃发射出来的这个信号呢是带参数了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调节量发射出来 相应的槽和数据处理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空间怎么使用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这个Eric4 这一节课呢是两个空间 但这两个空间呢非常类似 所以所以我们就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节课讲完 呃大家了解这个旋钮之后呢 可能这个滑块空间就比较容易上手 我们继续打开我们之前的这个工程 好直接进入到UI的设计界面 我们在这里边找到这个 我们需要使用的这个叫dial这个空间 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手轮或者叫旋钮 或者是这个拨号盘呃就找成这个样子 好特别像我们那个呃收音机上面的那个调节音量的那个小旋钮 或者是呃信号员或者收拨器上的那些旋钮 呃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加进去之后编译一下 好不着急就行啊 反正它长什么样我们已经看到了 呃我们直接去看它的这个发射的信号知识类型 这空间名字呢叫qdial 啊dial对qdial然后在这里呃在这里我们主要是选中它的这个undial value change的 就是说它的值变化的时候 那么发射出一个信号 至于其他的情况呢我们不感兴趣 所以选中这个点击OK 好我们回到这个工程管理栏 呃查看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放大一下 看看它新生生成的这个草案数代码 还是把这里处理一下啊 贴到最后来 这个就是我们呃 eric4为我们生成的这个啊qdial的这个草案数 那么与以往的这个啊 草案数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看哈 这个上一节课我们讲这个radio button 啊它这个装饰器 它是不携带参数的 而这一节课我们的使用的这个qdial 它的装饰器是有一个int类型的这个参数 那么int类型的这个参数呢 就对应的value这个值 啊我们按照以往的规矩 把这个抛出异常这句话删掉 然后首先先什么都不干 直接把这个value的值打印出来看一眼 好按一下f2执行 拖动这个小旋钮 哎 我们看到这个控制台里边 已经有相应的这个数字输出了 呃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数字输出的都是这个 整数 那么因为这个qdial它发出来的信号 携带的参数就是整数 好我们看看它的量程范围 最大是99最小是0 我们也可以用鼠标 选中这个旋钮 然后按键盘的上下键 就是方向键头 它也会跟着增长 上下上下这样增长 呃我们呢大概知道了它是怎么发出来的信号 对这个值怎么处理 那么把这个值打印到控制台呢 可以说是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 那我们来把这个值显示到一个其他的空件上 呃 我看一下啊 它这边是number的5个 ok可以可以不用改它了 那么 我们还是回到eric fall的这个环境下吧 把这个界面编译一下 好 然后 运行看一看这个数码管是什么样子 啊 我们现在要实现的功能是 呃 波动这个旋钮 然后让数码管上显示我们刚才打印出来的那一串数字 那我们先找到这个数码管的这个 呃 空件的名字 好 lcd number 就在这一行 lcd number 我们把它这个名字找到 printed value 我们就不修改了 然后呢 这个lcd number 它有个display这个方法 呃 display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这个value的值传递进去 让它去显示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样做行不行 并且这个直接传递这个值可不可以 做了一点小尝试 OK 那么据说明呢 它这个int类型的值可以直接传递给这个lcd这个啊 啊空件并且显示出来 那么你看我们打印的是14lc啊 lcd上显示的这个也是14 好 到55这边显示的也是55 那么 到这里呢 就实现了这个旋钮空件和这个lcd空件的这个 嗯 联动啊 这个lcd空件呢 不在本节课的这个介绍范围之内 但是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大家也看到了 你不用太去处理它的槽和信号 直接直接拿拿拿它当显示的这个空件就可以了 它一般是显示这个 嗯 叫什么 断位码 就是一个像我们的电子表或者万箭力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背景颜色可以调一下 因为现在看着不是很清晰 那么就是这一个例子 嗯 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 qdel它的这个槽函数处理 并且实现了与这个sd线号的这个联动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 滑块空件 也就是说 特别像我们这个 windows下面这个调节音量 这个 我不管这个叫滑块空件 呃 它也是这个获取用户的设定值 呃 功能呢 与旋钮非常类似 啊 它同样也是发射带参数的这个信号 那么一般是用来调节这个音量和亮度的 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件 好 我们来找一下 它在这个 呃 input bedges 里面的这个 横向的 我们拖一个横向的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纵向的 它是 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排列顺序不一样 好 我们拖两个 然后 回到RX4下 编辑一下这个界面 同样的 然后 去寻找它的这个 槽函数 呃 不 寻找它的发射信号 说错了 好 horizon 这个是横向的 那我们看一下 呃 我们也是同样的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空件非常类似的 我们也是同样的 只有在它这个值方向变化的时候 我们才关心它 所以就选中这个 呃 value 称值的这个信号 那么 可以看到它也是发射一个 int类型的这么一个 信号 好 选中之后呢 我们重新加载一下 还是老问题上 老声长谈 还是得处理一下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装置器也是携带一个 这个 呃 int类型的这么个参数 那么也同样是因为这个 滑块 它会发射出的信号中 携带一个value 这个参数 这个value是int型的 就是整形的 然后我们根据刚才的这个 思路同样的把这个 抛出异常阶段注释掉 把value打印出来 然后运行 好 我们拖一下这个 ok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输出 已经显示出来 打印出来了 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拖动 它打印的值不同 最大也是99 最小也是0 嗯 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最大99 最小是0 这个范围 我觉得不合适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 点击这个滑块 空件 在它的这个属性栏里面有 最小值是0 最大值99 这里我们可以改成9 比如说是9 然后这个page step 就是我们按键盘的这个page up page down的时候的这个不禁止 默认的是1 那么这个page step也改成1 因为我们最大值才是9 它1不禁止 直接过了 好 好 我们再来 编译一下这个界面 然后再运行 这次我们看 最大值是9 已经凑到头了 最小值是0 那么这个功能呢 就算实现完成了 同样的道理 这个qdial呢 它也可以设置这个最大值和不禁 同样是在这个属性栏里面 把它设置成9 然后page step也是9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过来再编译一下这个界面 然后直接运行 看一下 最大值是9 lcd上也显示的是9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刚才 这个旋钮对lcd的操作 直接复制过来 复制到这个滑块这边 同样也是可以使用的 代码一行的不用改 好 我们看哈 现在它是0 我们滑块拖到5 打印的是5 显示的也是5 然后我们再改一下这个旋钮 这个lcd会受控两个地方 那么谁最后操作 它就显示谁的结果 好 这个的就是我们本节课介绍的内容 就到这里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客户练习 客户练习呢 大家可以尝试通过旋钮或者滑框空间 修改这个label空间的这个字体的大小 这个大家可以尝试做一下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